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了人性如此丑恶 最帅涂山井邓维 他因为涂山井爆火出圈 偏偏公子美如花 他不是一夜成名 在众子玉龙长月记名里相当惊艳 最后因为长相思中温柔似水 偏偏公子涂山井爆火出圈 爆火后的邓维火粉断层 各种广告代言销量惊人 只逼一线艺人 资源相当好 出演了独自意义上的男主角仙台有数 还有两部带播剧长相思二云秀行 可以说邓维是非常幸运的 但是爆火后的邓维随之而来的 就是黑历史频频爆出啊 什么邓维机场耍大牌 其实是没有的事 后来爆出邓维素颜时期的一些土山 达尔丁 战发 刘长发 尔丁杜丁以及扔烟头等种种事件 和现在极为清爽的邓维极不相符 但是也没有引起很大的火花 这些年少轻狂都会做的事情 应该是值得原谅的 前段时间邓维又上热搜了 邓维给群众演员买水 被网友嘲笑抠门 网友热评不断 其实邓维本身做事的初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没有想到人性真的是如此的丑恶啊 有的事不如不做 做了反而不讨好 好在邓维因为这个事影响不大 希望他能够在内于继续发光发热爆火 古装决绝子刘学艺 最近刘学艺真的是爆火出圈了 因为花间令的热播 这个古装大美男也算是真的开始闪闪发光了 刘学艺其实初出道时间挺久的了 出演的作品也是相当多 在琉璃少年歌行里面等都有着非常惊艳抢眼的表现 但是一直没有爆火出圈 在画媒里面饰演的专家季丹阳也是非常的符合人物的特点 演技的去爆棚 直到2024年 刘学艺终于火了 但是爆火后的刘学艺曾经一些微博上回复网友的言论又频频爆出 看了聊天图片 时间已经过去开始多年了 这些人的力量也是真的强大啊 不知道是否刘学艺爆火后动了水的蛋糕 断层顶流肖战 肖战在2019年夏天因为陈情令爆火 热度风靡整个内遇 肖战也飞升成为断层顶流 但是肖战不是一夜成名的 他爆火前是参加燃烧吧少年 因为唱歌好听 颜值爆表 终于获得成团的机会 EX9少年团出道 出道后也只是饰演了几部网剧 反响不好 所以肖战频频在个大剧里面跑龙套 打酱油 在井百然和百百合的捉妖剂里面 饰演了一个连配绝都算不上出场跳舞几秒镜头的小羊 也在吴雷主演的剧里面饰演男配 总之都是默默无闻 直到2019年的夏天 肖战因为出演了那个笑容 让人如沐春风般的阳光明媚的少年 一下子爆火出圈 从此肖战 火遍了大江南北 肖战因为陈情令爆火 陈情令也因为肖战爆火 他们应该是互相成就 爆火后的肖战想回归初心 参加殷宗 我们的歌和纳英盲选对唱 跟着感觉走组成那战队 当时肖战出来 尖叫声爆棚 纳英还打去说 这样火热的场面不是他经常经历的事情 可见喜欢肖战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那是因为2019年夏天 肖战如一股气人心扉的风吹进了大众心里啊 肖战和纳英的战队最终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 第一名是李克勤州申组成的勤申申组合 肖战真的是太火了 但是是不是太火影响到别人了 所以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差点让肖战跌入深渊万劫不复的二二七事件 主要是时间长达三个月 那段时间 小飞侠和肖战都是备受煎熬的 不断被网爆 无人发声 肖战三个月没有更新动态 一般的艺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真的是毁力无天了 但是有小飞侠在 肖战越被黑 小飞侠越爱 他们相信时间刻证明一切 但是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对艺人来说真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啊 这三个月时间 肖战录了综艺 但是播出的时候 肖战的镜头被一剪眉 小飞侠们苦苦守候等待的综艺却等来了一个寂寞 好在 肖战回归了 已经三个月等肖战回归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小飞侠全部在 迎接肖战的是那一大片让人感动的红海以及雷鸣般的掌声 相对于其他艺人出场的冷淡 小飞侠们在这一刻真的是爱肖战爱到极致了 肖战回归 依然还是顶流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以看见肖战的那个综艺视频了 但是越看越心疼 肖战不小心切菜切到了手指 自己拿纸巾包着继续做完该做的事情 原来处于低谷时真的会无人问津啊 还被告知不能把汗水递到饭里 肖战发着烧丛泳池出来那段 也是无人递毛巾之类的东西 这些肖战都默默度过了 当然 作为一个艺人 作为一个演员 享受的是高收入 当然也得付出相应的努力 这才是一个演员的素养 其实娱乐圈和生活一样的 你好的时候 身边全是好人 你低谷的时候谁都可以看人下菜了 人就是真真实实的人性啊 肖战 这个如今娱乐圈中意义生辉的名字 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而是代表着一种精神 一种追求梦想 永不延弃的力量 她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顶级巨星 活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 她的成功 并非一蹴而就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她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每一个角色 她都用心揣摩 力求将人物性格和情感展现的淋漓尽致 每一次演出 她都全情投入 将自己的灵魂与角色融为一体 她的每一次努力 都是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为了让自己离梦想更紧一步 她的努力 没有白费 米兰时装周的问顶 是她时尚品位的最好证明 市区第一的荣誉 是她影响力的有力体现 全媒体最关注的巨星奖 更是对她演技的极高认可 这些荣誉和成就 都是她努力的见证 也是她实力的证明 然而 肖战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 她始终保持着一颗清炫的心 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 她深知 只有不断挑战自己 才能不断超越自己 才能在娱乐圈 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立足 她的正能量 也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 只要有梦想 只要肯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她的笑容 总是那么灿烂 那么阳光 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和力量 当然 她的成功离不开那些 一直支持她的小飞侠们 她们从未离开 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 为她加油打气 为她呐喊助威 她们的支持 是她前进的动力 也是她最大的骄傲 肖战 这个充满正能量的顶级巨星 用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赢得了无数人的尊重和喜爱 她的未来 一定会更加辉煌灿烂 因为她已经活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 而我们也相信她会继续带着这份坚持和热爱 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感动的瞬间 小飞侠们也会一直陪伴着她 见证她的每一个成长和进步 她们与肖战之间的情感纽带 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粉丝与偶像的关系 成为了一种深厚的情意和默契 在肖战前行的道路上 她们是她最坚实的后盾 也是她最温暖的港湾 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时代 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牙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 有勇气 有毅力 就一定能够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而我们 也应该像肖战一样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希望邓维 刘学义 肖战 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传递正能了 做好一个演员的本质 剧本一个演员的专业素养 继续闪闪发光吧 加油三个超级大帅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继续门